政治的消息我們來關心 曾民進黨主席習近平 是公開要求民進黨總統初選的參選人蔡英文 說自己感受動性亂 習近平的強調說做一個總統的參選人 這信仰就請求財產一樣 一定要公開 因為總統參選人對我們國家 未來的決策有很重要的影響 不過蔡英文是聽到這個說法 你會發言人是批評說這樣問真沒道理 也說蔡英文不會對這種的八卦放在什麼項目 民進黨總統総選近今越來越八卦 參選人的性侵犯也成為未來 像民進黨主席習近平的14號 和民進黨總統総選參選人 口信用會比較好 但出現這項議題 強調總統総選人的性侵犯就像財產一樣 必須公開透明 所以要求民進黨總統総選參選人 割英文要公開說明他的性侵犯 如果蔡英文女子我沒有興趣 也不會去提這個問題 但是他會作為國家的援手可能的 非常可能的 我總要了解我的總統是什麼 因為一個人的性向 在你國政主持國政的時候 你的決策會有重大影響 市民在強調總統総選人跟一般人不一樣 讓蔡英文要公司分開 那是他今天不是想要総選總統大圍 他的性侵犯不需要公開 但對這件事 蔡英文對這種要件並不放在心裡 不應該在這些無謂的八卦上面 要五四三 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不應該 而且對所有未來的女性非常沒禮貌 不道德 創定了希望市民地 不要再做不同的法権 也不然市民地強調 台灣社會對當時的援手都不敢說 那是蔡英文這當初公共的表態 還可以提倡台灣的國際地位 信強的議題 也會是民進黨總統総選 英國立委員會的援手 記者從哈佛登